大家好 藏经中保留了古人书写范语的字体 一共有两种 西滩体 兰扎体 西滩体从印度传入在唐朝盛行 兰扎体则流行于尼泊尔和西藏 元代传入中途 在Cβ数位化的电子佛典中 这些字体主要出现在密教的文献 和大征杖的世绘部 世绘部集合了古人所编的工具书 包括佛教词典和学习范语的书等等 例如唐代义经法师撰写的范语签字文 就保留了西滩体 为了确认我们是否能够看得到这些字体 请先打开CB Reader 我们从书目 找到书名有范语两个字的文献 打开范语签字文 如果没有看到习范字体 就表示我们需要下载安装字行了 来到西北达官网 我们先找到下载 在这里选择习范字形及蓝渣字形 点一下 看到更多的说明跟字形档 点击链接下载 指定位置 再下载 接着找到下载的字形档 右键点击 解压缩到同一个目录 再把蓝渣体解压缩 现在打开字形档 里面有两个格式 OpenType 主要给Mac 苹果系统使用 TrueType 给Windows系统使用 我们在TrueType这个档案上面 按右键 选择安装 完成 回到上一页 安装蓝渣体 打开资料夹 同样地在TrueType按右键 选择安装 完成 如果曾经安装过 系统会提醒您是否覆盖 这时候选择覆盖 就可以了 苹果电脑的使用者请把自行档 安装到应用程式的自行部 现在来看一看安装的结果 打开CB Reader 在主功能找到前网 先看一下习潭字体 大阵仗编号2133 开启资料 范语 签字文 看到习潭字体正常显示了 现在来看一下蓝渣体 同样地在主功能前往大阵仗编号2101 页码1136 第25行 看一下资料 这一行 看到这是蓝渣字体 恭喜您一起完成设定 还有更多的应用介绍 欢迎订阅分享 一起完成 看一下 我们下集中 准详中